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规划和展望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引入这个小型运营键 上面这张图呢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立项背景 这个是去年7月份在小米内部存在的小型运营键 可以看到种类其实是非常多的 其中左边呢是我们小型运营键组维护的一个小型运营键服务 包括自研的这种Telos EMQ 以及小部分的卡夫卡的集群 那右边是我们了解到业务同学自己维护的 一些无论是开源还是自研的小型运营键 在我们内部呢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小型运营键的业务分成 两种场景吧 一种是偏数据应用的场景 一种是在线的业务场景 数据应用的场景它更多的是指这种高尊土的 日市流的计算和分析的场景 而在线业务呢它是跟这种业务逻辑合更解密的 偏数据的驱动和控制的这种场景 在数据业务场景这个层面 我们实际上使用内部的Pelos 替换了这个开源的卡夫卡 那在在线业务场景上呢 我们经过调研吧 使用RockM4去替换了我们内部的业务色的主物 OK 下面这一页呢 我们从六个维度去解释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去选行RockM4 首先在外部依赖上面 RockM4它的开源版本是没有任何外部依赖的 就是一个开箱使用的状态 对于这个使用者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 那在设计里面上面 RockM4有比较优秀的IL的设计 我们使用在这个写路上 它是介绍这个无间的分解特性 这个跟卡夫卡也是一致的 那在图上面呢 RockM4它基于分区去做的一个所谓的设计 再加上这个开始的那个内存逻辑吧 可以加速这种随机逻辑的性能 那在特性支持上面 RockM4本身是支持数十种的这种特性 所以业务来说是最常友好的 我们比较关心的一点 是具于这种分区的并发生存消费的准备 而这个一定在我们内部的定单 定单这个不消息的实用场景上面 是比较必须的吧 在性能上面呢 我们使用社区提供的这个Bangemark测试功率 去测试我们的部署模式下面的设计 也是可以达到这种高分组和低延迟的一个性能的需求 尤其是延迟方面 基本上在比较高的这个拼图下面 可以满足99.8%分类的消息 都在10毫秒去写入的这么一个形式 第五点就是在时间上面 因为阿里内部RockMQ实际上已经经历了 大规模的时间的验证 以及这种数次双11的电商大速的考验吧 其实这一点是我们 从一个服务场景发展来说 特别认识的一点 在选择上面我们也会特别不关注的一点 最后一个维度就是生态上 RockMQ它作为Unpatch的定义的创业项目 实际上背后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个 贡献的力量在的 那么我们也考察一下这个活跃度 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那整个生态对我们来说 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去做这个事情 整个对我们项目主来说 它的性价比其实是最高了吧 OK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要选择这个项目 那么我们在做了这个选择以后呢 就需要把它录制到我们的内部 所以第二章我们就 我先去介绍一下我们落地的一些定制化的 开发的工作 OK 这边是我们整个定制化的一个路线图 其中包括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这种选型的 部署上面的选型以及一些压力测试 那么中间这一块就是核心的适配的开发 包括这种自动化部署的开发 监控报警打碰 以及全线相关的打碰 最后一块就是偏产品化和安全性相关的 一些周边的工作 OK 我们分别去介绍一下 首先是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这边其实也分三块 第一部分就是部署上面的选项 我们在有Rack&Amica的时候 实际上是四眼七的版本 四眼七提供了两种部署模式 一种是传统的这种Master Slew的模式 另外一种就是这个Delighter的模式 Delighter的模式 它是基于这个RAFT的嫌疑去做的 所以它有这种Fearwall的功能 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长期的发展 最终还是选择了Delighter的这种部署模式 第二块就是压力可稳定性测试 我们在拿到一个服务以后呢 首先是需要 给出它的一个 比如说写入的性能的上限 包括一些服务的极限值 那么这个过程 需要我们去做一些压力项目的测试 同时呢 在压力测试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服务 另外有一点考量是说 我们引入的这个Delighter的部署模式 它是在4.5的版本引入的 而我们4.7的版本上 它能不能在一个高压力的情况下 保持一个稳定性 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去测试的 那么第三块就是整个的这个 配置参数的一个最压实验 当然这个也是在压力测试的过程中 不断去调整出来的 不但包括这个Broker的一些相关的配置 同时还有一些机器层面 以及服务层面的配置 那么我们这边就主要介绍一下 Broker相关的一些 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配置 Delighter相关呢 这边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开启 一个Delighter的content log 这个是开启Delighter模式的一个 相当于总开关嘛 那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preferred leader id 这个参数它主要的含义 就是说我们希望 或者说更喜欢用哪个这个节点 去做master 这样的话 它的master 其实是 会有一个固定的节点去承担 这样我们在一些部署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优先的配置 或者说是考虑 第三个参数就是 你把fetch 布置 这个是4.8.0的版本 去新增的一个配置 它的含义就是在做这个 Delighter的主属同步的时候 可以去做批量的布置 这个参数开启以后呢 实际上是会提高 非常高的性能 我们内部图示 4.8的版本开启这个 这个参数以后 比4.7版本是高了 大概30%到40%左右的一个 写入的性能的提升吧 其他相关的参数 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开启可视层搜索 它要配合这个发送的现成池 这个就是下面的这个参数一起去使用 而发送现成池基本上就是要调报 和CPU核数去一致 另外一个我们在实验中发现的配置参数 就是这个在发送队列中等待的超时的时间 这个默认的配置是200毫秒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因为服务本身可能有一定的抖动 有时候会超过这个值 那么这种因为受我滑的现象对于业务来说 可能干扰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把它调成了500毫秒去增加这个容错性吧 第四个参数也是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发现的一个相比来说的凭净的参数 这个就是默认的这个管理 管理操作的一个现状式的大小 它默认呢实际上是配置是16 也就是16个现状式去处理这个相关的操作 但是因为我们外部去接了这个API的相当于些请求吧 那这些API请求可能会有这种并发的现象的存在 如果批量突然来请求的时候 它的并发可能会超过16 那么这种情况下又可能会有一些超时的情况出现 那么我们默认是把这个参数调成为32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参数是这个开启同步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我们在实际的测试过程中发现 如果我们的消费者取消一些历史数据的时候 如果它从主集点去进行读取 这个时候如果有大费量的写入的消息正在发生的时候 实际上会对写的性能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最终是开启了这个参数吧 解决这个在写的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这个历史读取数据对于这个写性能的影响 上面就是我们在时间过程中做的一些参数 默认参数上面的改变吧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帮助 OK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在实际开启过程中的监控报警的我们的影响 这边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数据流向是从左边到右边的这么一个方向 左边呢是我们的整个YalkiMQ的一个图线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是JMXPouter 另外一个就是社区提供的这个YalkiMQXPouter 去把相关的无论是服务的matrix 还是说这个YalkiMQ级别的一些matrix 达到这个PolomeQS 那PolomeQS拉取到这些数据以后呢 出于我们内部的这个报警监控的这个需求 以这个长期的一个高精度数据的查询的需求 我们把相关的数据实际上是 一块打到我们的内部的FilePin上面 另外一块打到我们的这个OpenTime 这些实际数据上面 解决的就是一个是我们内部的监控报警吧 我们其实内部监控报警的实际上是FilePin的这个方案 另外一个就是从长期的数据 高精度的这种数据查询来看 FilePin的资源它目前应该是 持满足15天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用这个 实际数据库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整个中的一个 报警方案 下面说一下我们内部的这个全线打通相关的一些定义化开放 这个图的左边呢是社区提供的一个 ACL的模块的大概的一个原理吧 它实际上是基于这个 去把全线相关的数据存出在这个broker上面的一个文件上面 通过这个数据 通过去漏入Ewatch 来这个 实际的更新这个 配置相关 全线相关的配置 同时去做这个验证 就是社区相关的实现 那右边是我们内部的实现主要是两块 一块是我们把这个验证上面 打通了我们内部的一个全线的系统 相当于验证是走了我们内部的这个ACL的方案 所以就相当于打通了我们内部的一个融合一个全线体系吧 那第二块是我们把这种基于文件的公布式的 全线方案之中做了一个中心化 就是我们 相当于我们设计的一个数据结构 我们的结果把并把它寻到了买搜口里 这个好处是说我们希望在外部去获取一些 全线相关的数据的时候 直接走一个买搜口 我们应该去 直接撕干住的表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我们要去 一个Beruq 一个Beruq 去拿出相关的数据 然后再做整合 这个是我们做 这个全线数据更新化的一个 主要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产品化的一些相关工作 那么产品化肯定是要提升这个 业务接入的这个应用性 以及整个我们服务对外的这个可观测性 以及帮助业务去更好的去预运这块服务 那全线数据之后我们主要分了两期去做吧 一期主要是通过这个我们接入上面的一些经验 以及参考那些包括阿里云他们的一个 服务的一些模块吧去做的 然后包括这种原数据的管理啊 然后还有一些空调的管理 那么第二期实际上是我们增加了一些 偏这种服务运维的功能 比如这种消息转件啊 词评队列以及监控报警相应 去帮助用户更好的去做一些问题的排查 OK 这边是上面是核心介绍的一些我们的工作吧 这边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工作 比如在应用线上面我们其实对 扎尔的SDK做了一些通装 是提供给用户一个很简单的版本 让他们使用起来更方便吧 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 我们这一句个消息转件 这些特性都做二次的开发 我当然有一部分也提交给了社区 同时我们也得获过这个 go-asdk-series 也做了一些就是内部的视频频道吧 M2PG IoT Bridge 以及Replicator 都是社区的一些相关的图件 因为我们内部有使用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二次的开发 这个M2P IoT Bridge 这个后面我介绍了 在性能和零件上面呢 我们实际上是跟进了社区的 这个4.8版的就是 因为4.8版我们知道 它在Glager上面有些性能的改进 所以我们就不快的去跟进了这个 我前面提到过性能上面的改进也是比较高的 同时呢 因为我们出入了很多在线 它对人工性能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也用了这个 OpenMessage PiOS的这个服务去做一个发版的测试 来测试比如说我们要发一个新的版本 我们想测试一下这个版本的零件 我们想测试一下这个版本的零件 在KaOS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工具下面呢 它能不能保证比以前更高 或者说至少是平级的零件 另外一块就是在安全层面 因为我们内部是禁掉了它Suggestion的使用来 所以我们在通信层上面呢 实际上用Glager去做了这个替换 整体下来 只是线能上面可能会有20%的一个所好 这是它的一个 也能领个弊的 这边就是我们最后整个 根据化以后的一个整体的 服务架构 那形容中间就是 核心的服务端就是 Ninsovo 下博客 左边是我们目前支持的一些客户端 就包括支持MQTT的协议 以及这个 后语言之外 语言以及随论框架的这个SGT 同时前面提到的这个控制台 可以做一些远备的操作 以及一些运维的操作 那在生态方面呢 我们前面提到过 我们也用到这个MQTT 还有P-Bridge 去支持MQTT的协议 那同时 我们也用了 Applicator 去做这种跨级群的这个消息的复制 这个其实就是跟卡路卡的运动 NearMaker是类似的 它可以实现一个消息热备版 监控方面是前面提到的 用了这个MQTT的 同时在这个发展上面 用了P-AOS去做一个稳定性测试吧 我们整个定制化过程中 也给社区做了非常多的贡献吧 我们其实参与了社区八个项目的建设 同时主导了社区的这个MQTT GLT不锐质的项目和 Tockit的打通的这块的开放 那整个过程我们提交了60多个开始 让我们合并四周的吧 那主要修复的问题是 比来者这边是一个存足的开启的问题 以及一个批量写入 自己的修复 购SEP里面 我们修复了这个 比如说消费者房子重启 因此这个购物性泄漏 以及消费者 直接消费这些协议的一些实践 那整个过程 我们也为社区贡献了 一个Kemita 4个项目标准 在社区域上面 我们其实是非常 希望把我们的一些贡献 提交给社区的 这个本质上是 也是开源的一个精神吧 OK 下面就介绍一下我们整体在 最近业务上面的做的一些 实验的工作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 实践的一个规模 我们现在整个 任何项目的服务 是落定了我们集团 40家的这种业务场景 上面列举了一些比较核心的 其实核心的是有订单 包括一些短信公司的 场景 那么这些场景 使用了非常多的开源 特性 比如说核心的就是 消风景 以及相互规定 另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 分区的封信消息 另外还有些偏运维的 比如消息层次生产层口 水星队列消息轨迪等等 这些特性 这个也 印证了前面我们提到 我让开源说它是支持 非常多的这种 特性 可以 我们在时间上面主要讲 以下两块 第一块是MQTTL2Bridge 和这个 TokenMQ 打通了这个实践 第二个是我们基于 HTTP Proficy的实践 我先说一下这个MQTTL2Bridge 这个是社区的形式 是一个已经提供了一个组件 只是我们当时 基于业务的一些需求 去调研的时候 我发现它是一个 耐损板 它并没有合照 和MQTTL2Bridge 这样的话 我们不太方便去做 可用性和扩展性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基于社会版本 是做了一个二次的开发 整个架构 大概就是图里面所示的四层 首先最上面一层是 这个MQTT的客户端 去满足 GMQTT协议的生产和消费的功能 中间这一层是 我们的MQTT的Store 它是在上层呢 我们引入了这个LLS 去做负载均衡 以及去做这个图的可用性 那么LLS下面是挂了真正的 这个Bridge Server Bridge Server实际上会 跟再下面这一层的 RMQ Server 去做这个相关的消息发送和 接收 那么我们通过把这个 Bridge这一层的原数据 还有就是消息 和RMQTT打通 保证我们这个消息 落地到 或者说19化的RMQTT中 从而我们可以做到 在Bridge这一层的 一个服务的扩展性 以及具这个LLS的活动 再下面这层就是 RMQTT的一个消费者 因为我们消息 写入RMQTT以后呢 实际上是可以通过 启动这个RMQTT的消息 具体能消费 一些下游的分析的 这个是整个的 一个我们改动以后的 速度加工 这个改动的好处呢 上面大概提到我 从扩展性上面呢 因为我们把这个数据和原数据 都和RMQTT做出了打通 所以可以实现服务的扩展性 那么又基于这个扩展性呢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RVS 扩展性能的方式 来实现这个服务的高可用 同时因为我们在RMQTT的时候 加入了一些监控报警 相关的实现 可以做到这个服务的可观测 包括一些连接处啊 生产消费的TTX等等 同时因为这个消息 写入RMQTT 我们可以利用RMQTT 这个控制台去做相关的 这种原数据管理啊 消息啊 消息的查询等等 这个也是增加 同时也是增加了这个 这个消息的这个可见性吧 当然也如同我们上面所说的 我们可以通过 接入RMQTT消费者 去实现这个下游的 数据的一些分析 从而做一些数据的 打通的工作 这个就是我们在IoT组织 上面的一些开发工作吧 我们下面说一下这个 基于GoHT 配的这个HP PROCY的一个实现 应该是它整个实现的 一个架构株 嗯中间这层实际上就是我们 实现的这个核心的实现 HPTROCY 它主要分两个模块啊 一个是这个橙色的 Reserval的这个模块 另外一个是绿色的Cinnel的模块 可以看到 Reserval的这个模块 它是通过HPT的搜网 来接收 业务发过来的消息 同时呢 它通过这个GoHT 去把这个消息发送到 那这部分相当的 是比较简单的 在消费端呢 实际上这个Thunder这一块 它是通过 启动这个消费者 去订阅相关的消息 然后进而把它发送给我们的这个 真实的这个EU的这个 这边需要强调的是它是一个 就是Push的模式 就是订阅者可能需要在我们这边 提供一个对应 对应为是TTP的服务的URL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配置 去做相关的这个消息的分发 所以这边需要强调 我觉得它是一个Push的模式 当然了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个 基于HPTROCY的这个管理后台 它实际上也是基于我们的 这个融合运动作的 这个是整个的HPPROCY的一个整体架落 为什么要引入这个PROCY 实际上有很多的原因 这边是列了三个核心的原因 一个是引入这个是解决我们内部 一个多予的ICK混乱 因为我们内部人力 也就是那些吧 然后包括技术站上可能更便宜扎一些 所以我们内部只维护了 扎了Street和Go的ICK 那剩下的一些包括什么GHP 弄到GIS 啊时间加很多 我们希望能通过这种 PTROCY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引入这个一个PTROCY 可以让我们对用户来说 去暴露一个罗地上的提供 当然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个路由 那么比方我们 不是也可以去做多租户 对用户来说 它是可以屏蔽这些所有细节 我们管理上面可以更加方便 第三个好处是说 在业务测他们的代码 是不需要我和任何的消息人员的 用力的 他们只需要 通过HTP的这个协议去做 无论是消息人的协议 就是GT的Post 还是说这个 关系的接收 平常就是去解析这个 对用的请求的消息 对于业务来说 对于业务来说 其实门槛是非常低的 那上面就是GTROCY 引入的核心的解决 三个问题吧 OK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未来的规划和展望 本期来说我们肯定还是要继续打磨我们这个 服务包括一些资本功能 核心的有三 以上三个点 以下三个点吧 一个是这个同城机房的栽培方案 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服务的业务 它是非常多都是在线业务 比较核心的就是定量的业务 如果有这种 机房类的事故发生的话 那对我们这个打击可以说是灾难性 那我们目前在这个机房栽培方案上面 有三种的一个选择吧 一个是这种 大家见的比较多的是这种多活的 方案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服务的下层 提供多个的这个机房去做在那 那么如果有某一个机房 推现了整体的事故的话 那么相关的流量可能会自动的去达到 其他的两个机房 第二个就是前面挑的 要陪Kator热备的种划 所以我包含我们内部可能更倾向于去做这种 公共集群的某些定制的 Tautic 的热备 那第三种方案就是前面提到我们 基于DIG的这种部署模式 我们可以把这个不同的副本 去做不同的机房的部署 从而去实现基于DIG模式的这种 跨机房的同步 当然这个我们这些方案还在测试过很重 最终我们也可能会根据业务的不同需求 去给他们提供这种不同的方案 第二个就是这个任意延时交易的实验 因为设计目前提供的版本是一个 只能是做电视的延时交易的把握 那么在我们内部的使用场景中 就像金融甚至包括以前IoT的设备 就像他们是需要做一个任意 也很像合作后面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后面可能会基于 去做外部组件去做一个 逆延时的消息的主流提供 第三块就是前面提到的M2GCL2Bridge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呢 实际上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现在我们只支持这种QoF0的 这种质量的保障 我们后面可能还会做QoF1 另外在原数据这块 可能我们后面是希望这个服务能够 有自己的一个原数据维护 这样它的扩展性会更好 长期再生呢 可能我们还是要跟进社区去做 一些最终更希望 或者说更想去发展的一些特性吧 同时我们也想去拥抱原生 因为后面5.0的话 应该整个就是去增进这个方向 我真想基本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